在那之前必須先在 在El Calafate 拌好幾件事 先去換阿根廷Pissot 加滿油 最後去超市大採購 車行往北約三個半小時 車行往北約三個半小時 來到查爾頓小鎮 與人們多半是為了登山而來 這裡是登山者的天堂 我們就是為了看那費茲羅伊山而來 費茲羅伊山位於巴塔哥尼亞冰原 在阿根廷與智利交界處 矮巴高度3405公尺 山勢險峻陡峭 非常南登山頂冰川 與雲城之間光影變幻 呈現出令人驚嘆之美景 也因氣候多變中年雲霧籠罩 當地原住民稱其為Charleton 其意為冒煙的山 費茲羅伊山對當地原住民來說是非常神聖的 現在也是阿根廷Santa Cruz省的象徵 旗幟、標章等均以費茲羅伊山為圖案 美國有名的戶外用品品牌PATACONIA 其創辦人也因熱愛費茲羅伊山 也將費茲羅伊山的形狀設計成該品牌的LOGO 我們在查爾頓小鎮住三晚 住在一間可以料理 任意發呆的可愛小屋 第一天抵達 第二天践行 第三天什麼事都不做 然後第四天就會離開了 以查爾頓小鎮為中心 有多條步道可践行 我們直接挑戰最美、最受歡迎 也是最高難度的Sedlo-Alofis-Loye步道 來回20.4公里 我們走走、停停彎彎 總共花了12小時完成 Sedlo-Alofis-Loye步道也稱為 Laguna de los Teres 洛斯特雷斯湖步道 前者是以山為名 後者以湖為名 因為目的地的景色是 俯瞰洛斯特雷斯湖 湖水以費茲羅伊山為背景 如仙境般的美景 請搜尋Google地圖Sedlo-Alofis-Loye 直接開車到登山口前 停車於此處 就可以開始爬山了 若想要多走一些步道 可以上官網查看 有短程、半天到全天的践行路線 都有詳細地圖與風景照片 我只有走最受歡迎的 Laguna de los Teres路線 而第二名的應該是 Laguna Torres步道 是以拖雷風下的拖雷湖景色聞名 以上都是全天的路線 除此之外 更容易的短路線、官網也都有詳細介紹 接下來 影片中會有 查爾頓小鎮漫步 住宿的可愛小屋 Visilo-Alofis-Loye漸行路線 與仙境絕景 還有在小鎮中生活的美食、餐館 記名信片等等的詳細資訊分享 現在就是這樣 不用吧 我41了 有那個標籤 哪裡 不是 為什麼不是40 為什麼不是40 只是41 所以卡通 蛤 就是 I have a lot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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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城鎮大樓 這個景好像就是可以看到那個山 然後還有那個小鎮 要背這麼多喔 沒有背這麼多怎麼辦 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這個好像是加油站的 又是個加油站 YPE F還是YPE 下雨耶 對啊 下雨 在三百公尺處回靠左行 哇很可愛 我們在這裡大概三天 可以好好逛 而且我們hiking一天就好 難多一點 吃的都有啊 又影響 向左轉 然後 向右轉 好香喔 向左轉 可愛的度假小城鎮 向右轉 向右轉 總共喜歡這種小城鎮 的 我還沒有 要多點 向右轉 個向右轉 往右轉 往右轉 可以把我改可愛 一個流星 的 浪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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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